大眾請 向諸佛無煞行商問慶祢 再問姓 三問姓 向法傑師傅請問姓 以問姓 には 招待 立場 pine 请合掌 我们以至成恭敬心 皈依三宝 南无不达亚 南无达玛 南无达玛 南无参加亚 南无不达亚 南无达玛 南无达玛 南无参加亚 南无不达亚 南无达玛 南无参加亚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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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 请放掌 各位居士 菩萨 一个月一次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你时间到还是得来 我时间到也得来 那这里面当然 一定会造成我们很多的不便 但是我们的心对法 到底把它摆在什么位置 其实从我们的所作所为 就可以得到判断 你如果是把法摆在第一顺位 那么不管什么事 你都会把它推开 反正这个时间 我一定要把它腾出来 这就证明你对法 是摆在重要位置 反过来讲 你若找很多理由 然后不来听法 那就证明你对法 不是那么尊重 那当然这里面 决定你听不听 有很多因素 所以我们说一切 其实都是缘起 就有没有具足那个条件 比如说我若讲得不好 那你何必来听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讲得好 那你听不懂 你何必来听 所以这很多都要相应 都要相应 那这个相应就是因缘俱足 这里面没有高下 就是说这样讲 然后这样听 这个时间 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拿捏得好 这个就是缘 那在这里面我们掌握到了 那起不起 也就是说你自己 有没有得到 你想得到的 那是谁让你得到 其实不是谁给你得到 你的心 让你知道 那就是有所得 然后有所得里面 又不执着 不着想 然后把这个有所得 化成你的智慧 化成你的观念 化成你的思想 化成你的态度 那法就活在你的身心的当下 这是真正活的法 活的法才可能跟佛法相应 如果死的法 那就不是佛法 因为佛法是智慧之学 那智慧之学就随时能够起造 起用 如果说你学半天 什么也用不上来 那绝对不是佛法 你把整个大藏经都给背起来 还是不是佛法 必须能够懂它 用它 所以我想 我们会选择这个法句经 其实是有它的道理 法句经就达玛帕达 那个巴历文 那帕达是脚 是脚 也可以说是句子 有这两种意思 那脚就是道路 达玛就是法 所以法句经其实就法的道路 法就是智慧 就是诀 所以法句经其实就诀的道路 那我们想要达到智慧 那由这个地方就可以走上 诀的道路 诀的道路目标是什么 当然就到达彼岸 到达智慧的彼岸 所以你不走这一条绝的道路 你不可能到智慧的彼岸 所以它虽然不是很难 但是它很根本 也就是千经万论 其实都不能离开法句经 也可以讲很多经论 其实就法句经的演绎 就把它伸展开来的一种说法 那也可以回到就这么短短的一句 其实它里面已经蕴含很多道理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小菩萨 这么小它就会来听经 这个我想有这样子的结果 那那个音跟圆怎么来的 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 有这样子的现象 那音源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像刚刚碰到好朋友 李老师 李文化老师 我们其实已经认识很长的时间 今天看到他也吓了一跳 怎么会在这边碰到他 所以这个其实很多都是音源 音源具足 然后那个法 也可以讲 那个存在的现象就显现了 那等一下呢 还是每一个都回到自己温暖的家 但是在这一个半小时里面 有没有让我们的身心 起了任何变化或者作用 这个可能是我们要把握的 不是来了以后回去 还是跟没来一样 那只要几次 你可能就不想来 因为来跟不来 没有什么差别 我何必浪费时间 所以希望大家都是真正的用心的来 然后带着那一份法的心喜悦走 如果能这样子的话 每一次的法会 也是每一次的聚会都是法会 都是因为法而聚在一起 那我们就是法众 我们就是法的促成者 我们是法的奉行者 我们是法的宣扬者 我们是法的成就者 这样一步一步的就达到 好 我们今天要讲那个 第十二页的不放异品 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 一起念 还是要 有没有哪一个志愿要念 然后大家跟着他一起念 妹妹要不要念 我们一起来念好了 无意不死到 放异趋死路 无意者不死 放异者如诗 这个句子一点都不难 但他为什么 讲得这么的过分 一个人如果不放异 就不会死 若放异了 其实是走上死亡的道路 一个不放异的人 他就不会死 一个放异的人 即使活着像尸体一样 他活着等于不活 那什么叫放异 其实当你当下不存在的时候 就放异 心不在焉 心没有活在当下 就叫放异 异就是 就好像那个 我们说鸟在笼子里面 然后跑掉了 你关着什么东西 然后它跑掉了 那就叫异 从里面跑到外面去 那我们的心 常常就被外境给带走 而不自觉 当你的心被外境带走 不自觉的时候 就要放异 那甚至更严重的 我们说眼睛被射绑走了 耳朵被声音绑走了 那个都叫放异 心跑到外面去了 就叫放异 那一个无心的人 他在什么地方 他即使活着 他不存在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人如果能不放异 也就是随时保护着他的心 随时让那个心 稳稳荡荡的 清清楚楚的 明明白白的 这个叫不放异 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就从来不死 包括你要死掉的时候 当你把持住那份 清清楚楚的心 你就没有死 所以我们要求不死 唯一的办法 就把我们的心安住在当下 如果能安住在当下 那就永远没有死亡 死亡就不再来 死了以后不再来 那不再来就没有去 那你心如何安住在当下 有没有过去 有没有未来 有没有来有没有去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奇怪 要怎么专心 就把每一个当下 你在做什么事 都把你的心 集中在你所做的事上面 你就从来不会放异 不会散乱 不会昏沉 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 那就永远没有死 也就是说永远都能够做主 而不是莫名其妙的 自己要怎么样 做不了主 譬如说我们想不死 你做不了主 但是你如果能够把心收回来 生根死 一个呼吸出入而已 出去不能再进来就死掉 所以在这边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观察一个人 是不是快死了 其实它有一些明显的过程 首先你会发觉到 它出气比入气的强度强 就吸进来的气 越来越少越来越短 它出去了越来越强 越来越长 这个人大概就快了 到最后 有出没有入就走了 那有出有入这是外气 你内心会不会跟着气出入出入 不会 那是谁活着呢 是你的心活着 所以从佛法来看生命 佛法是可以不死的 虽然肉体可以死 但是生命没有死 因为真正的生命 是你心保持警觉 保持绝躁 你睡着的时候 即使你活着 其实那时候是死掉 因为那时候 人家要对你怎么样 你完全做不了主 你自己想怎么样 也做不了主 所以基本上那时候 其实跟死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这个修行要慢慢的 从醒着能够做主 进一步连睡着都能做主 做主不是要你去 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而是随时保持心清清明明的 就这样子而已 一个人如果能够守住 这一份清明的心 烦恼绝对不会升起 生死绝对无碍 没有挂碍 但是反过来讲 你若一心想求不死 那单那个想求不死的心 已经死了 为什么 你想一想 你现在死了吗 你现在没死 但你现在在想死的事 根本就错了 完全没有活在当下 没有在实相里面 我们再去想一想 你若心随时在当下 什么时候没有当下 当你心不在当下 那时候没有当下 所以这个道理当然有点深 但是我们如果好好去修 好好去掌握你的心 你会发觉万念都这样过 但是我的心从来不过 我的心不会随着念头走而走 不会随着念头亡而亡 不会随着念头生而生 不会随着念头死而死 那意思是什么 你的心从来不生不死 从来不生 我们真正的生命 从来不生不死 会生会死的是 患生患灭的假生命 不是真正的生命 谁懂得了这个 他从此就不死 但是要真正的打到不死 就不能放异 不能纵容你的心 在那边打妄想 如果能这样子 慢慢的我们从自作主张 会进步到 对自己的起心动念 对别人的起心动念 都了然于心 而如如不动 那这时候当然我们就可以 可以达到真正的智慧 那如果弄半天 还是在是非里面打转 对错里面打转 那绝对都是烦恼 不可能解脱 不可能自在 这是这一句祭颂 要表达的意思 好 我们再继续 智者身知此所行不放异 不放异得乐喜悦于圣境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就是有智慧的 一个可以被称为智者 他一定要懂这层道理 你所有的学问都具足 但是你不懂这个道理 你不能称为是一个智者 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看 有没有智慧是看你 有没有认识真正的自己 你连自己都不能认识 你怎么能够认识 你之外的法的实相 所以要了解一切法的实相 从认识自己开始 所以所有的实修 所有的修行的开始 都是从内观开始 就往里面 往自己这边来观察 观察自己的身 观察自己的心 所谓观察自己的身 就从头到脚 常常去扫描 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 比如说 我们随便要做一个动作 其实这时候你观身的时候 你就会把那个动作 弄到最恰当 比如说刚刚李老师拍照 他是摄影专家 那一样你要拍一个东西 你必须身心完全协调 才能够去掌握到那一 最不能掌握的瞬间 你若有放异 初心大意 那个该按下去你没按 一下子就不见了 对不对 那个焦距没有调好 你按下去就是浪费 因为你下去那一个瞬间 后面那个瞬间不能取代 我们常常会原谅自己 现在做错了没关系 以后做对就好 那个是阿Q 心没有活在当下 你如果随时能够不放异 你随时都可以做对 因为你清清楚楚 唯有清清楚楚以后 才可能做对 这不清楚被你蒙到了 那是你运气好 不是你真会了 但是你清清楚楚 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会知道自己会 不会知道自己不会 这个前面我们第一章就有讲过 这个也就是智者 知道真实我知道它是真实 不真实我知道它是不真实 这个才是智者 那这一章比前面一章 更深了一点 这个就是智者 要直接跟自己的生命相关 不是外面懂很多 自己一点都不懂 那一样的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都只能心不散乱的 绝照于当下 那么很明显的 你心都在当下 都在当下的能造所造 那你的一举一动 你的所行 你的所有行为 或者你的所做 你的所做 就是不放异 这个就是反过来讲 这个就是不放异的行为 我们随时都要把我们的心 安住在当下 那当然当下也就跟你的 眼耳鼻舌生意相关的 色声相畏处罚 发生在当下 你不要去想未来 不要去想你当下看不到的 想要看当下看不到的东西 想要听当下听不到的东西 那个通通是妄想 通通是放异 那一样的 你如果能够随时保持这样 那么你那个心就越来越稳定 越来越敏锐 越来越沉静 那么你那个 静温秀长觉知的能力 就会越来越扩大 那到最后就要辨证知 正确的知道 而且是变满的正确知道 当然我们刚开始在 修的时候 都会堵塞六根置心一触 就是说把我们所有注意力 集中在 先集中在一个对象上 从这个能够观照 跟那个守观照呢 都没有错开 从这个地方 慢慢训练你的不放异 然后当一根成熟了以后 然后慢慢的 其他就很自然的用上来 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说 学佛修行药 叫一门深入 其实指的是这个 不是在我们在讲 你修净土啊 还是修禅宗啊 不是 眼耳鼻舌深意 六个门 你用从哪一门进 那像耳根圆通 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 就用从耳朵 那一般我们说耳根圆通 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个法 因为眼睛只能看前面 不能看后面 耳朵呢 前后左右上下 就十方你都能够 坐着都不用摇头 你就通通可以听到 那当然这基本上要两个耳朵 都很健康 如果有一个耳朵不健康 那么你那个抓的部位 位置大概就不准 跟眼睛一样 如果一个眼睛是1.2 一个眼睛是0.2 那么你再看东西 大概就有问题 除非你把那个不好的 避起来 用那个好的 但是用那个好的呢 看得清楚 那距离你看不清楚 距离就靠两个眼睛的夹角 那个锐角就越小 角度越小就代表越圆 那角度越大就代表越近 所以我们为什么 眼耳鼻舌头只能一个 舌头如果两个的话 你一次讲两句话 没有能听清楚 你到底讲什么 当然眼睛 耳朵 鼻子 几乎都是两个 而且必须要两个都很棒 这时候你才真正的 掌握到中道 若有一边弱掉了 其实你认为的中道 不是中道 所以修行要修得好 比如说一般规定说 你若要出家 必须六根都健康 瞎了眼睛不能出家 融了耳朵不能出家 阴雅不能讲话不能出家 那个四肢有残障的不能出家 但是这个是向上的出家 若真是究竟的出家 不是追求智慧的不能出家 那反过来讲意思也就是说 你若真想追求智慧 你若有鼻舌身都不是真正的障碍 灵零也不是障碍 所以在世尊的时候 有一个最后的那个出家者 他九十几岁了 出家听完佛的开示 马上证阿罗汉 就听完他的开示 马上证阿罗汉 你说他老了吗 你说他怎么样吗 其实都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晓得 我们真正的生命 就是在当下的觉知 你如果能够对这个 对自我要求越来越高 那么你智慧自然就越来越高 你自然不会放异 因为你跑掉了 譬如说我在想昨天的事 你马上晓得不对 但是我如果想昨天的事 是为了要检讨当下的事 那个是对的 你没有离开当下 然后来回忆过去 怎么来帮当下 或者修整 来让当下对 那是对的 不是说要你绝对 不能想过去想未来 而是不能离开现在 想过去想未来 如果没有离开 你想过去想未来 都没有离开现在 所以不要把这一句话 听错了 如果我们都真的 都不想过去 不想未来 那所有过去的经验 都不能累积成当下 能够启用的资良跟智慧 所以不要那样理解 那样理解是不对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要慢慢的习惯于 觉知当下的身心 把它看好 那我现在要干什么 做这件事 跟这件事有什么相关的 那从这个当下 慢慢往外扩充 才能处类旁通 才能够把过去未来 都在当下就具足 那当然这个 跟你的修持有关 你的智慧越高 专注力越强 刚刚已经讲过了 那涵盖面 时空的涵盖面 相对的就大 有些人随便描一描你 他也不用跟你讲话 当然你这个人的底细 怎么样他就清清楚楚 为什么 来自什么 他那一照 已经很多东西 都被他照见了 而我们一般 跟着表象走的 他只能见树不见灵 就只能看到外表 看不到他真正的过程 跟内涵 好 一个人如果不放异 就心都能够安住在当下的话 他就能够得到喜悦 得到快乐 我们想苦是从什么地方生 乐是怎么生出来 乐其实对苦而说 苦是什么 做不了主 你当然就苦 有求求不得 那当然就苦 想知知不了 当然就苦 所以其实苦就从无名来 那么你想要离开无名 你如果没有了之当下 你是不肯离开无名 那反过来讲 你如果都能够了之当下 那随时保持明照 没有无名哪来的苦 没有苦就是乐 没有苦就是乐 当你没有苦的时候就解脱 包括我们对涅槃的解释 Nirvana 那个涅槃的解释 其实就是苦的宗旨 把苦宗旨 那苦来自什么 就是贪生吃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然他直接讲 你如果能够不放异 那你随时身心都能够得到安乐 而且一个身心能够随时保持在 安乐的状况下的 他一定会喜悦于圣境 圣境就是这些圣者所行的境 所安住的境界 所关心的境界 所形化的境界 都可以称为圣境 所创造的 譬如说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也可以称为圣境 净土 那我们也可以讲说 这些闲善的人 这些好人聚在一起 依法奉持 把每一个自己的身心 照顾得很好 同时会去关怀别人的身心 也希望他们能够往好的 这个其实也称为圣境 圣境没有绝对的一个 什么叫圣境 也就当我们用欢喜的心 安住在欢喜的心之下 所安住的境界 就叫圣境 所以一个圣者 以前我们说圣者 常怀百世忧 那是儒家的说法 而佛教的说法 就不是这样子 什么是圣者 心自在解脱的就是圣者 怎么可能怀百世忧 怎么有忧会是圣者 所以当然儒教跟佛教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一个是入世的 一个是出世的 所以入世再怎么成就 不见得能出世 但反过来讲 出世自在的人 出世就从这个世间 出离超越 他怎么能 怎么不能入世呢 他进来绝对没有障碍 所以也就是一个修得好的人 他不怕五拙二世 一个想出离五拙二世的人 那就代表他没有修好 你就在这里面苦 你才想离苦 你想离苦就代表你在苦中 你不在苦中 哪有可能离苦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个人 慢慢修 慢慢修 心里面慢慢的负面的想法都没有了 敌人没有了 困难没有了 烦恼没有了 他慢慢的就会变成圣者 这是很自然的 所以圣者不是一个表面的表现 事实上讲未来 是一个内在的表现 那内在的基础在哪里 不放逸 不放逸 刚刚讲过 随时心保持绝照 波友经里面讲的 照见五印皆空 那五印就是我们的身心 那往外 这个身心如果无我的 外面的一切都是我所 这个能根本没有问题的 清清楚楚的 这个的所对 当然也就清清楚楚 所以要解脱 不要心外求乏 要脱离痛苦 不是从外面脱离 痛苦从哪边生起 当然从你的心生起 不可能从外面离开痛苦 一定要从这边 所以你不内观你的身心 不照见你的身心 怎么可能离苦得乐 好 接着 智者常间人 勇猛修禅定 解脱得安稳 正无上涅槃 这个就一步一步的往前 一步一步的具体 我们刚开始在做内造 在安住当下的时候 当然会有很多业障 习气现前 这时候就看你能不能坚持 能不能安忍 我坚持一定要照见我的五印 外面的所有的干扰 不动 不动心 我现在起了一个欲望 想要去干什么 好像很有意义 但是这时候又绝照 我现在在干什么 那个不是现在应该做的 马上又收回来 马上又安住在当下 我们常常会拿着 不是现在的理由 让你离开现在 我这样讲是已经很简单 我们常常都用一个 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 让自己要想去解决 那以为这样能解决 其实那个时机都不对 因为因缘根本就不在当下 所以你不能解决明天的事 你只能解决当下的事 但是我们的无名跟习气 就异想天开 不老实 安住在当下 总是会拿那个来当理由 让你离开当下 应该专注的 应该投入的 我们书之所以读不好 是怎么来的 心不能安住在当下 我们事情之所以做不成就 是怎么来的 都不老实做你该做的 所以要能够这样子的坚持 要能够这样子的安忍 那事实上是应该要 勇猛的修禅定 勇猛就要很努力 因为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轮回 也就是之所以在生生死死里面 也都是因为我们放逸的关系 放逸就是对自己的心没有掌握 所以修禅定是很重要 禅定是什么 心一净性叫禅定 随时把心安住在一个对象上 不动不乱不昏沉 这个就叫禅定 禅定就叫心一净性 心安住在一个境界上 这样子叫禅定 那在我们这个散乱的心 当然随时都想离开 因为那个在刚开始来修 好像被绑住一样 但是你要先从训练被绑 到最后根本就没有被绑 为什么 因为被什么绑住了 被你的法 被你的愿力跟定力约束了 那对你的习气来讲 对你过去的习气 行为的惯性来讲 它会不自在 好像被约束了 但是当你慢慢地翻过去以后 过去那狂乱的心 慢慢被你调伏以后 你会发觉 原来没有谁绑谁 而且是越来越自在 过去的习气 妄想已经抓不走你 这时候你才会自己满足 自己满意 我原来我自己真的做得了主 能做得了主的人不多 一定得放下该放下的 做该做的 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做主 但是我们曾几何时 放下该放下提起该提起 那有些人真的做得到了 他是怎么来的 但刚开始一定没有那么自在 刚开始一定还是要在那边冷战 就有人反对你 有人挑战你 那久了久 你坚持 坚持得越久 越专注 越努力 越勇猛 他进度就越快 成就就越快 没有第二条路 就好像我们要 让这个地方发热 那么靠你的手之头 你就只能不断地磨 久不久之他就热了 你要磨一下 然后又离开 等一下再磨一下 永远是热不了 所以所有东西都要心一尽性 你做什么就专注 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那边 我们打个评议 比如说你用五个手之头 压出来的力量 跟一个拳头压出来的力量 跟全部都用在一个手之头 压出来的力量 那穿透性不一样 一个手之头穿透力最大 你如果分开来 那穿透力就差很多 变成五分之一 你就全部 那变成全部集中在这边 那力量就大 再简单一点就是说 那接触面越小 穿透力越大 接触的面积越小 穿透力越大 所以一样 为什么要修禅定 我们平常没有修过禅定 没有训练过的 其实我们的心都很涣散 虽然清楚 但是那个清楚 都是效果不大的 我们再几个最简单的 就还是拿摄影来讲 你如果焦距没有调准 你怎么可能把你要照得清楚的地方 照清楚 不是随便拍就可以清楚 当然现在智慧的相机 它会很快地把你带到 你要拍什么都好像很清楚 但是那种清楚 是没有层次的清楚 那个 不管从美感或者表达它的实相来讲 其实绝对不精彩 那问题是我们现在慢慢的人 因为都不喜欢下功夫 所以都别人帮你下功夫 都玩傻瓜相机 玩傻瓜相机就很难变成摄影家 因为你会拍别人你会拍 是机器厉害不是你厉害 但是你如果能够控制机器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里面当然也跟禅修有关 好 那么如果我们随时能够做得了主 不被外境转 然后心也不分沉也不散乱 那自然就能够解脱 什么叫做不解脱 被什么东西绑 就叫做不解脱 叫做缠服 就被什么东西缠起来 被什么东西绑住了 那就不解脱 那一般我们 不解脱就有什么东西束缚 束缚你 绑住你了 什么东西能绑你 你做不了主的东西就会绑你 你要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那就是一种束缚 那反过来讲 当你不怎么样的时候 谁能绑你 你无所求的时候 谁能绑你 一个人 人到无求品质高 一个人如果都无所求 他自然就无惧 就无爱 没有恐惧 没有障碍 那一样的 我们的心 都不被外境带走的时候 都不被外境控制的时候 自己完全能做主的时候 那谁能绑你 谁能束缚你 所以你如果真要解脱 我们常常讲戒定会 戒定会 首先你的行为不要找自己麻烦 行所当行 直所当直 该做就去做 不该做就不做 这个叫戒 然后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不散乱 专注的 身心完全投入的去做 那你一方面效率就高 二方面你对你的事情的整个过程 了了分明清清楚楚 这样子才能够从定 达到会 戒定会 那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对 自我的身心不要求 那也就一开始 就让你的身心 在一种迷惑的状态 迷惑就是不清不楚的状态 有这样迷惑的身心 然后用这种迷惑的身心的动机 去干什么 那叫造业 无明所的行为 叫无明的业 或业 那必然遭感苦 反过来讲 如果你不要苦 那唯一的办法就不造恶业 那要能不造恶业 就不能有无明 所以你只要有智慧 不仅仅 不会死 你绝对不会造恶业 当然就不会有轮回苦 你自然就能够得到解脱 当一个我们身心都自在 而且清清楚楚的身心 安安稳稳的身心 那么这时候你绝对可以体正到 无上的涅槃 刚刚我们讲过 涅槃 Nirvana就是苦的止息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火的灭 就把火给熄灭了 就叫Nirvana 涅槃 那什么是火 就贪生吃的火 那我们如果没有吃 没有无明 怎么会贪 如果没有贪 怎么会撑 撑其实有所求 求不得的时候 你就开始嫉妒 生气 攻击 谩骂 就通通来 所以基本上 撑来自贪 贪来自吃 吃就是无明 那我们这时候 如果都已经有智慧了 那无明不见了 贪生自然也不见 贪生吃不见了 就是涅槃 涅槃不是一个什么境界 所以我们都会想说 来世正涅槃 或者去西方极瑞正涅槃 其实那是不对的 那不是佛法要教我们的 佛法要教我们是 现正涅槃 当下就在涅槃 请问各位 现在你是不是在涅槃里面 涅槃不是死掉了 不是什么都没有 你只要没有贪生吃 你就是在涅槃 那为什么要叫无鱼涅槃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贪生吃 但是等一下出去 碰到不如意的事 贪生吃又升起了 再又有余 而且是那个涅槃 变成是无常的涅槃 所以虽然体性上 我们都在涅槃 都是清静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习气无明 它从来没有真正的调伏 所以常常就又离开 没事又进入有事的境界 有烦恼的境界 那你若晓得你本来是清静的 本来在涅槃里面 当你心不安稳的时候 什么办法 要念佛吗 要礼佛吗 要求佛吗 要什么才能够回来吗 很快的放下 就抓住你的那个念头 赶快看到它抓不住你 不被它抓住 马上就正涅槃 马上又回来了 所以要离开烦恼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难 随时回到正知正见 也就是随时回到心保持绝照 不着想 念也是像 你不着你刚刚那个念 马上就解脱 所以要解脱其实不是很难 你只要有智慧的人 只要有正知正见的人 随时都可以安住在 涅槃解脱的境界 那就叫献法乐 就在当事当下 你就随时身心都充满着愉悦 没有什么烦恼 好 我们再看 愤勉长正念 净行能克己 如法而生活 无益善明真 我们刚刚讲过了 因为我们的习气 无始以来 无始时来劫了 我们到底轮回多久 我们真的不晓得 我们从那一念 根本无明开始以后 就不断地在掌养这些无明的习气 所以当然说你要保持涅槃不是那么简单 也就是保持清静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有一句很简单 我们要晓得 这个法界里面 人 事 物 本来都是解脱的 也就是本来都不可得的 没有我没有法 我不可得 法不可得 那我法所引申出来的东西 通通不可得 所谓不可得就是说 不是有真正存在的 它不是真正存在的 我们如果懂这个道理 那么进一步 譬如说我们说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一切法的存在是靠因缘来显现 所以这个法不是自己生自己 不是靠自己而存在 而是靠其他的因缘 其他的条件而存在 所以基本上做不了主 我们做不了主 我们做不了主 那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 有没有矛盾呢 刚刚不是要一直要 我们自己做主吗 但什么时候才真做主了 你晓得 你这个绝照现前 不被妄念带走 这时候叫做主 那谁在起妄念 我在起妄念 那我是谁 那是假的我 不是真的我 假的我 那生生灭灭 无始始来劫 执着的那个我 在那边造业 在那边起妄念 起妄想 造恶业 而真正的那个 不是依则无名而存在的我 清静的我 从来没有生死 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两个 离开 分清楚啦 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假的生命 那当然一定有生老病死 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假的念头的轮转 起心动念 那绝对有生死 但是要晓得 在这个假的地水佛风 假的意识造作 之下之内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 从来没有跟着这个 身心的生死而生死的 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因为你如果不懂那个 你把握不住那个 你永远不能出离生死 但是当你把握到这个时候 生死对你来讲 是如幻如画的 不是真的 所以你当然就不会因生死 而起烦恼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努力的去 保持正念 那个念呢 就当下的心 正念就把当下的心 安住在当下 就是要正念 你不要把当下的心 想 就是跑到过去 跑到未来 或者跑到色生相位处上去 如果那样子的话 都不是正念 那你如果能够保持正念 那当然就能够 你的行为 就会是清静的行为 我们行为之所以不清静 都是被静转了 被习气带走了 被无名带走了 也就是被我们的贪春痴带走了 被我们有所求的心带走了 那这时候你的行为 就不清静 反过来讲 你如果随时保持清静的心 那由这个清静的心 产生出来的作用的行为 就通通是进行 包括一个有清静心的人 讲的话一定是清静的话 清静心的人 讲做出来的行为 一定清静的行为 所以基本上修行 根本还是在照顾你的心 随时能够让他安住在清静的本来面目里面 那就可以保证你的所有行为都能够清静 那一样的 一个已经认识真我假我的人 他不能够克己吗 就不能够克服那个忘我的掌握吗 当然就可以了 因为我晓得这是假的我 他又要骗我 又要带我进去 过去的我 习惯的我 阅历的我 所以我不能跟着他走 我们要克服的 要调伏的是那个忘我 这个清静的我不需要你调伏 你要去调伏那个虚妄的我 必须用清静的我 才能调伏那个虚妄的我 所以这个地方你只要有正念 当然你的行为也就跟着清静 而且自己就完全能够做主 不会被自己过去的习气妄念 业障给掌握 那进一步我们的所有的生活 都自然能够如法 如法就是随言 如法就是没有贪生枝的污染 没有违背因果的行为 我们说要深信因果 但是现在的所谓深信因果 其实是无明的因果 不是正确的因果 这我必须特别强调 因为现在很多书 写着因果的故事 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 劝人为善或许有一点点作用 但是就以讲实相来讲 其实他们讲的都不是实相 为什么 他们把不是因当因 把那个因所产生的不是那个果当果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真正的因果 我们可以这样讲 果是因为有果所以我说 跟这个主要促成这个果的 我说它是因 辅助条件我说它是原 就辅助的条件说是原 主要条件说是因 那有没有没有果的因跟缘呢 没有 也就是因缘其实是因为果而说 那果也是因为因跟缘 生起了这个东西 这个现象 所以我说这个现象 是这个因缘的果 这里面到底在讲什么 因缘果报 通通是假名 假名就是相对待 而立他的名 而安他的名说 这是因 这是缘 这是果 因缘果报都没有自信 所以千万不能执着 一个真正深懂因缘的人 他要解脱因缘的束缚 就是从不执着因缘来 譬如说你做错了一件事 你如果把错的那一件事当真 那你永远没有办法忏悔 因为它已经真正存在 你为什么能忏悔 就是因为它不是真的 你才有条件忏悔 你如果它是真正的存在 就永远存在 你再怎么忏悔 都于事无补 所以不要太执着 这个因缘果报 但是要深信因缘果报 深信因缘果报 什么深信法 你只要清新起信东西 为自己自私 那必然是无名 因为你执着有一个我 有所求贪 马上接着下去 绝对是苦果现前 因为你已经很明显用了吃跟贪 得到的时候你更贪 得不到你就撑 它会加重你 因为随顺你的想法 你这个贪就越来越严重 如果不随顺你的想法 你就从贪变成撑 所以很明显到最后贪参吃都记足了 那果就在那个地方 那你的果报严重不严重 决定于什么 决定于贪参吃严重不严重 贪参吃严重的 那苦果就会很严重 贪参吃越淡的 那苦果也就相对的就越没有力量 如果都没有贪参吃 根本就没有苦果可得 所以一样的 我们的智慧到哪边 我们的正念到哪边 其实都当下都可以检验 这个恶果现前对别人来讲 对别人来讲这是恶果现前 但是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 恶果对你来讲没有恶果可得 什么叫恶果 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价值判断 这个是我不要的 所以他现前的时候你拒绝 那当然就变成恶果难过 反过来讲你如果深信因果 所有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 都是有因有缘 因缘俱足才会在我这边发生 他绝对跟我有深切的关系 先承认 先接受他 不要用负面来面对这些果报 那还会有苦果吗 苦果是你不愿意接受 你用负面接受才是苦啊 你用正面来接受 当下就把那个苦变成不苦 就在转业了 就已经在转了 所以真正要解脱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你用贪生吃来反应 那绝对是苦上加苦 你如果用智慧来反应 一切都是如实的成弦 如实的接受 如实的消融 如实的超越 这个才能解脱 所以要我们深切因果 不是要你从此都没有事 而是什么事到你这边都没事 不是没有事 什么事到你这边都没有事 我们说有事就有烦恼 什么事到你这边都没有烦恼 这才是智慧 有智慧就没有烦恼 有烦恼就没有智慧 怎么办 唯一的还是把握住智慧 什么是智慧 随时保持像太阳一样的了知 你心就像太阳一样 随时照着清清楚楚 那叫智 你的心随时不执着 叫做慧 慧是上面那慧星的慧 我们一般说慧星的哨把心 那不祥的心 我心随时不去抓不好的东西 也就不执着就是慧 如实照见叫智 万法不执就叫慧 所以也可以这样讲 慧就是一切智 万法缘起性空 没有一个法有自性 我一点都不执着 这个叫慧 那智呢 什么东西都清清楚楚 诸法因延生 诸法因延灭 来容去脉 你搞得清清楚楚 那叫智 所以也可以讲 智是有的启用 就一个人要智 他才能够显现 他的心的作用力 那慧呢 是让人离开烦恼 离开着想 离开生死的 这个是这两个智 基本上得一点点差别 这个是方便说 不是究竟说 只是为了让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 智慧其实一个可以消融无名 一个可以照破万法 所以当然值得我们去用功了 那一个人如果能够不放异呢 这个人自然 他的受到很多人的赞美 也就是他的善明 慢慢就会增加 就每一个人都说 这个人是有智慧的 这个人是好人 当然有智慧的人 不会在乎人家说 他有没有智慧 但是就好像太阳 月亮 他一放光谁都看到 一个有智慧的 慢慢的周遭的人都会晓得 这个有智慧 那智慧不是很会说话 不是很会 那个不是 而是他展现出 他的那个自在 展现出他的没有私心 这个人家才会真的赞美 我们举一个 跟我们比较切身的 譬如说这些伟人 或者譬如说 我们再讲的肉骨一点 譬如说两个党的党魁 其实学历都很高 但互相都不赞美对方 对不对 不仅仅不赞美 根本就是死对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参加了党 参加党就有党师 就有那个党的宗旨 你就被那个宗旨给绑架了 甚至被你的党员绑架了 所以真正的 以前这个也是争论过 修行人不应该入党 不应该有色彩 真正的修行人 不能有党师 你那个高度要永远站在中道 两边欣赏 两边批评 就他的善 你能够如实的看到 而不是一种对立的去看 而是一个公正的 站在中道在看 这样的话 你才能把那个高度展现出来 就是给两方指导 不然的话 你就被一方绑架了 这个不是智者该为 所以我是想说 以后台湾的要往前走 这中间的力量要慢慢显现 如果永远是两党在那边增大增小 换来换去 那永远上不了路 因为所有的功德都被另外一方的抵制 给抵制掉 那为了要随行自己的意志 其实对方也有优点 你硬是不接受 应该是一加一要大于二 而我们现在是一加一等于零 甚至这十五年来 一加一等于买了十一 就越来越堕落 那这样的话就不行 当然我们说修行还是没有 不能离开社会 你要关心 但是不能掉到两边去 陷入是非 你要客观的看是非 这样的话 给人家的建议 人家才会服 如果你帮一方讲话 那另外一方绝对不满意 好 接着我们再来念 愤勉不放异 克己自调欲 智者自造周 不为洪水末 我们说自己做得了自己的主 也就是随时没有迷失 所以当你不放异的时候 你就没有迷失 没有迷失在六欲的大海里面 眼喜欢美的色 而喜欢好听的声音 鼻子喜欢嗅好的香 舌头鼻子喜欢尝好的胃 身体喜欢接触 柔软舒服的一种触觉 那心里面想好事 这个其实都是被境界带走了 那个就叫做六欲或者五欲 那如果不放异的话 就随时都保持住 这些没有被六种洪水 把你埋葬掉的心 那当然在这边我们也要小心的听 当一个人专门研究摄像 把摄像表现得最精彩 那他没有被摄像埋没 不仅仅没有被摄像埋没 他是揭发那个摄像的妙精彩 同样的耳朵 声音 一个人如果把声音弄到很美 让我们一听 心就能够很舒服 很祥和 那这个他没有被 不仅仅没有被声音埋没 他善用了声音的功德 那一样一样来 譬如说你闻着这个香味 比如说你闻着是水尘的香 或者檀香 那种香味其实可以让我们心神稳定 而且头脑会很清楚 那这种香绝对没有埋没你 不仅仅没有埋没你 增长你的会性 就把你的能量能够激发出来 那一样的 舌头也是一样 你去唱诵 你去念佛 你去持咒 你会发觉越念 精神越好 而且身心越自在 越安定 所以不是要你不能见闻秀长觉知 不是硬要你把六个根的门都关起来 把根根层阻结掉 不是要你那个样子 而是在里面不被绑架 而且能够善知 善聊 善运用 如果能这样就变成六妙玉 你那个动机 你那个眼睛看东西 是要去把它把那个色的美 色的精彩把它抓出来拿来用 如果这样子的那当然是 不是被六种洪水埋没 没有被它淹没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你若能够克己 能够自己调育 就是自己要好好的掌握 控制 千万不要随心所欲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因为那随心所欲那个心 不是清静的心 是习气的心 颠倒的心 虚妄的心 若我们随我们的习气去干什么 几乎都是错的 你从小孩子 你从小孩子看就好 当小孩子坚持要什么的时候 他会不会跟你讲道理 为什么会那个样子 他习气现前了 无名现前了 我变得很大了 他怎么会跟你讲道理 所以只要随顺我们的欲望的 随顺我们的习气的 就是不能够克己 不能够克制自己 那自己想要什么 你能不能先自己检验一下 该不该 如果该的 当然就叫正欲 正确的欲望 正确的动机 那当然我们就要随行 就要去把它达到 因为那个对我们的生命来讲 对众生来讲是有好处 是值得做的 只要是不行的 即使我再想 我都要阻止它 都要改变它 这个叫条语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起心动念 那有智慧的人呢 自作舟 意思是什么 那舟就在水里面的沙舟啊 就是我们能够休息一下 落脚一下 能够安住一下 就叫舟 像我们五大舟 就安住了很多人 能够在这边生活 智慧的人不依靠外面的舟族 就是不依靠外面提供 给他安住的地方 而是自己提供自己能够安住 也就是说你的净土 你的安心之处 是靠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们身心安稳不安稳 完全是靠自己的起心动念跟业力 你的起心动念如果是清静的 我们可以这样讲 你如果起心动念都为众生 你到什么地方 每一个人都欢迎你 处处为周 你到什么地方 人家都很希望你在那个地方 反过来讲一个自私的人 你到任何地方 人家都你快点走开吧 你到处都没有朋友 到处都没有人接待 所以我们有多少空间 我们有多少朋友 其实都是靠自己 所以你懂这个道理以后 那也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那个依报 我们福报大不大 我们朋友多不多 其实是靠自己 那在这里面 所有的萨图都是你自己成就的 所以这个叫智者自作周 他自己去创造 他能够安住的岛屿 这个当然是一个比喻 那不为洪水末 你如果有安住的地方 那么色生香味处 或者是我们说五卓二世 在什么灾难来 譬如说前一阵子那个登革热 一个随时把自己的身心 调得很好的人 即使流行什么 也扫不到他 同样这么多蚊子 也咬了那么多人 为什么有的人得登革热 有的不得 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 都是因缘 这些因缘里面 都是我们的因果造作来的 所节来的二缘 所以你如果想求不被伤害 唯一的办法不伤害 不伤害众生 登革热赶快大开杀戒 越来越狠 越来越不安全 反过来讲如果说 我们把整个环境 把会造成登革热的这个环境 想办法把它去除的话 其实它就没有生长的条件 这个才是断根 而不是一直扑 扑一次两次 它的免疫力越来越高 那毒性越来越高 好 我们再看一个 暗顿于痴人 单逆于放异 智者不放异 如护人护宝 这个暗顿的人就是比较 智慧比较不那么高 而且根气不那么立 什么东西都不太讲道理 什么东西都不想探讨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 现在我们很多学佛的人 以为我什么都是不懂 就没有烦恼 所以什么都不学 什么经论都不看 我只要念佛就好 我只要念佛就可以去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什么 你要他看什么经 要他念观世音菩萨也不念 我就只要念阿弥陀佛 这个就标准的暗顿于痴 因为你已经把诸佛菩萨 从变满法界 变成只有一个 万一你碰不到阿弥陀佛 你怎么办 所以那一门深入 不是那种说法 而是要弄到什么 每一个都是阿弥陀佛 念观世音菩萨也是在念阿弥陀佛 要师佛也是在念阿弥陀佛 把所有这些佛菩萨的功德都归于一个 因为我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念什么都回向西方净土 这样子的话你做什么都没有白费 你说只有念佛才能去的话那是错的 因为去那边很明显 还有九品 下品下生 上品上生 所以在这里面你是拿什么条件去 那这条件有什么来建立 有你的智慧 有你的行为 有你的观念 有你的行持 你的心量 来决定 你如果真的去了那边 会是在哪一个区块 所以其实我们智慧越高的 只要是智慧高的人 到西方极乐世界 绝对是中品以上 如果再发菩提心 又有智慧 就再上品 如果只是信仰 只是一心念佛 智慧不高 那再厉害 再念得再怎么样 就下品而已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 把我们的心把它打开 不要随便分别 不要乱分别 把分别当成智慧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会有点麻烦 那一般我们为什么会放异 因为不懂实相 不懂真正的我 不懂得起心动念 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甚至很多人把命运 归罪于什么 我生下来时 时间不对 地点不对 怎么样 我今天穿的衣服 颜色不对 我这个讲不完啦 事实上当你把你的业障归于不是你的身心的时候 就是愚痴啦 那如果我们一天到晚都不去追求真正的我 不去看清楚我到底是谁 那么是谁要去 要去的地方 那个想去什么地方的人是谁 不是你吗 那你是谁 不去研究 就说我要去什么地方 会成立吗 所以基本上在这一品里面 都是要我们回来 随时回来 看清楚自己 随时是一个不放异的 随时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那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起心动念 保护我们的正知正见正念 就好像一个富有的人 他保护他的宝贝一样 保护他的财产一样 这些富有的人 基本上 对他的东西都会很小心 这倒不是小气 而是很尊重 很在乎 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福报很大 但是也是一样放异 随便挥洒 抱我 就把这很珍贵的东西 然后就随便的就把它丢掉 我说我这一次去南昆森 看他们楼天大叫 我就心里面很难过 因为他有四条大龙 两条是用鱼翅做的 两条是用乌鱼籽做的 然后前面整个广场 通通是猪 猪都是冷冻猪 那不晓得急 我看少说也三万 那你可以想 他办一次的这种大法会 就杀生多少 而且杀的生 你说猪还可以自己养 那这鲨鱼是谁养的 那鲨鱼拿他的鱼翅 就为了要他的鱼翅 就是把一条鲨鱼给杀掉了 你看那个要杀多少鲨鱼 这是要成就那个虚荣 弄成两条很漂亮的龙 要杀多少生命 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颠倒的不得了 那个哪有什么功德 我看如果这个业障要算到他身上 他不得翻身 当然他这一次可能有很大的福报 但是他真的在浪费他的福报 如果把这些拿来护生 拿来饶益这些贫穷的人 那有多大的功德 不是着那个功德下 而是你这些钱应该发在什么上面 你有这么大的福报 为什么要去做那个 不仅仅没有功德 反而又有罪过的行为 所以这个从这些地方 当然也可以决定一个宗教 它的高度 它的智慧 它的绝招力 那当然不是五五千岁 要这个样子 而是这些信徒 用这样子来表达 其实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当然不是在分什么宗教 但是很明显的 我们更在意的是 我们能不能从这一身的 身心的洗涤提升 让我们生命真正变成正面 福报也变成一种正面的福报 而不是负面的福报 有些人很有福报 但是他一样 他也不断地在损他的福报 有些人是福报 是拿这个福报来饶育众生 那这种福报就变成功德 变成不可思议的无量无边 那那个你把它弄成不对的 福报变成祸害 那就是不治 所以我们还是对我们的起心动念 对我们的善念 这边在讲其实也有 就包括了那个善念善行 因为他说互保 我们真正的保是什么 慈悲喜舍 当你起念起来 慈悲喜舍 想去让别人高兴 想让别人离开痛苦 想让别人能够有自我的肯定 自我的成就 就随喜功德 想让别人不执着 你首先自己必须就慈悲喜舍 舍就不执着 那喜就随喜 如果来自这事无量心的 那么多是善心 如果你好不容易起了 这集中的一念 你要赶快保护他 进一步让他实现 反过来讲 如果贪嗔痴慢 一亿生起 你知道这个又在搞鬼了 又在惹祸了 赶快降服他 赶快把他转掉 那这样子的话 就离苦得乐 因为恶念的生起 他是因 但是同时他是果 你为什么生起恶念 自己生的吗 不是 你生起恶念是 你的八四田里面 结果你的种子里面 有这些不好的东西 在这时候生起了 所以他是果 那这个果 你如果有智慧去 把它化解 那个本来恶念 结果你用智慧照进来 一转恶念不见 就不仅仅消解了那个果 同时也清净了 你八四田里面的因 种子啊 种子起现形 改变了现形 同时也改变了种子 现形又变了新种子 所以你用智慧来解决烦恼的时候 烦恼就变智慧 反过来讲 如果智慧升起 结果你用贪真吃 来用这个智慧 那智慧变烦恼 所以当下你的所有绝照反应 都很重要 我们修行 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切身的修行 不是迷信的 不是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 以为自己在修行 那个所有修行者 对自己的起心动念 动念都要很仔 很仔细的 觉察得到 掌握得到 我看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好了 好 他問信 向法結之復行 一問信 安復仇 希望我們 就聽進來都 可以把這個法 回向自己 回向眾生 如果能夠這樣子的話 那麼法永遠跟你同在 如果不能這樣子 那只是聽聽而已 希望聽了 然後就變成你的觀念 變成你的行動 如果能這樣子的話 那麼這些法都會變成 我們的生命的 真正的根本 有這個根本的智慧 你自然可以正裂盤 可以得解脫 可以隨時讓你的身心 在安穩的境界裡面 祝福各位 各位